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不用多想 爱你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一点也是很准的 一 看他的日记 有些女人喜欢写日记 把自己生活的点滴记录下来 每当想回忆往事时 就会打开自己的日记 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美好的 日记中也有很多隐私 比如上学时爱恋某个男生 或是跟哪个同学发生了矛盾 总之都是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 才会记录下来 没有人愿意让别人看自己的日记 知道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行 要是有人强行看 会非常愤怒 甚至跟人翻脸 但当女人遇到心爱男人后 有可能会把日记给他看 因为他想让这个男人更加了解自己 能把这么隐秘的东西给男人看 八成就是喜欢上那个男人了 二 告诉男人自己的情感经历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过情感方面的经历 有些是甜蜜的 也有些会难堪 当然 这种难堪的过去 谁也不愿意提起 因为觉得说出去太丢人了 小杰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大学刚毕业时 就喜欢上了一个男人 小杰为那个男人做了很多 花了不少钱 当男人跟他借钱时 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 后来小杰发现 这个男人只是玩玩而已 可即便如此 小杰还是放不下这个男人 以为付出的更多男人就会留在自己身边 可结果上他失望 好在小杰最后醒悟了 离开了那个男人 这段感情经历对小杰来说也是一种耻辱 他后悔自己当初喜欢上这个茶男 所以这段经历 他不想告诉任何人 可之后 小杰又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还把这段不堪的过去告诉了这个男人 因为他真的很爱这个男人 不希望自己再重蹈覆辙 很多女人在遇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时 都会做出一些傻事 但这些傻事 绝对是他们心里不愿意提起的 只要说出来 别人都会嘲笑他 那么能把这段感情告诉某个男人 说明他真的很爱这个男人 三 曾经被人欺负过 被人欺负也是一段很不堪的过往 如果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 别人一定会笑自己很傻 而告诉自己喜欢的人 也就意味着不想再被人欺负 小夏在上初中的时候 就经常被一个男生欺负 那个男生经常跟小夏咬钱滑 要是不给就破口大骂 好 在半年以后 这个男生转学了 小夏也摆脱了这种生活 对小夏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难以启齿的事情 他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人说 可之后的小夏 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竟然还不自觉地把自己被欺负的事情告诉了这个男人 因为小夏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男人 他能把这么不堪的过去告诉他 是希望这个男人能够好好保护自己 来做自己的依靠 因为小夏知道 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 其实每个人都被别人欺负过 而有些人选择忍气吞声 也不敢有半点反抗 但这段被欺负的过去 肯定是最不愿意提起的 特别是女人 当女人把这段隐私告诉了一个男人 意味着她不在乎男人会嘲笑她 或者是看不起她 她就是想把自己的过去告诉这个男人 让这个男人更加地了解自己 女人愿意把这些隐私告诉男人 希望得到男人的安慰 同时也想让男人明白 自己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他 所以男人不要傻傻地不知道 后继一般情况下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告诉别人 如果女人愿意把以上的三件隐私给你看 八成是爱上你了 如果你也爱这个女人 应该及早做出回应 不要让女人傻傻地等下去 这样对彼此都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不爱这个女人 也应该及早告诉她 让女人趁早断了这个想法 不要让她再受到伤害 毕竟能把隐私告诉你 意味着她已经把自己的内心给你看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